好 這樣子一個捷運殺人事件發生 大家看得非常痛心 但其實昨天在最後時刻 為什麼政賢能夠被制服 是很多人及眾人之力 有看到有人把那個好像是什麼樣的東西 有人說垃圾桶 還知道是捷運報的一個報價給丟過去嗎 接受我們的獨家專訪 這位英雄是誰 趕快帶你來看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北捷殺人事件這一次 政信凶嫌其實被逮捕之前呢 最後一個身影就是在捷運江子淬戰裡面出現 那其實呢 髒實就有一位黃先生 在捷運江子淬戰的樓梯下面呢 隨手丟了桶子 希望能夠阻止這個凶嫌 能夠繼續來追逐其他的人喔 因此呢 今天中午中天新聞 就獨家找到了這一位 我們也請第一位黃先生來還原現場 沒多久 車子停了 停了之後 他從後面那個車廂就走出去 走出去之後我就跑出來 我就從他的後面 因為我看他不是要跑到對面 直接坐捷運走就是要跑掉 我直接就大聲的又搶他 我說你夠膽 夠膽刺人 你為什麼不敢把刀放下跟我單挑 他就慢慢走向我 我就我就我就退到 退到那個樓梯間 順手旁邊有黑色的 書包的那個好像閃架那些 我當場我就丟過去 沒有丟到他 我那時候一直大喊 我說前面的那一個傷了很多人 穿紅色衣服 右手拿著刀 他現在在前面跑 大家幫我攔住他 後來我衝上去的時候 已經有三四個人已經攔住他 聽到黃先生說在捷運上 其實他就已經和凶嫌有正面的對峙 因為凶嫌就在他旁邊行凶 不過後來除了捷運車廂之後呢 他除了丟物品啊 也一直大喊要大家趕快來幫忙 不過他說其實那時候當下是非常怕的 不怕是騙人的 可是只是想要鼓起勇氣去阻止這個凶嫌 繼續行凶哦 那他其實事後想想也是覺得心有餘悸 那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消息 將鏡頭還給同內主播 好 這是我們的記者 陳以三最新掌握到的獨家報導 在這裡告訴大家 其實呢在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看到如果你遇上這個事情 到底要如何來做自保 其實集眾人之力一塊來制服 可能的凶嫌 這是蠻重要的一個方法 所以請教葉老師 這些英雄我們真的必須給他們拍拍手 但是大家也會說到 那這個過程當中 警察也是不是太慢了 你姐弟不夠嘛 你怎麼這時候才出來 還不是靠大家 但是已經死傷都造成了 這個問題要怎麼樣讓 你再解釋好 我今天大概在11點多 我在我的臉書上面貼出了 有一個影片 在YouTube上面就可以找得到的 這是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因為最近有很多類似的案件 因為台灣這是第一起 可是在國際間 2005年7月7號 我們就看到他們有炸彈客 去攻擊倫敦的地鐵 像類似我們這個 在去年在美國的舊金山也有 這種恐怖攻擊事件 或是隨機攻擊的事件 美國的國土安全部已經 預見它的發生性 可能性是很高 像這樣子的案件 基本上都不會是 我跟他有仇 他才來找我 每一個人都有 這個機會都均等的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 這個非常完整的 教你怎麼樣趨吉避休了 就是一開始他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可以逃 你先逃 要先逃 第二個你如果逃不掉 就想辦法隱藏起來 躲起來 繁瑣等等的 把東西 但是如果這些都沒有辦法 你就要格鬥 要搏鬥 一定要Fatting 對 但是像這樣子的 5分鐘的一個訓練 我PO上去之後 不瞞各位 才一個多小時 已經被轉貼到 現在我手機傳回來 都是我當時貼出去的東西 一直都有在回過來 很多人在 就在做分享 那我覺得這是因為台灣 安逸太久了 我們台灣的治安真好 現在在過去這兩年 台北市因為這個 我們把工具變好了之後 我們金氏錄影系統 變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那個 街頭搶奪的 在台北市是 百分之百的破案率 每一個案子都破了 所以治安很好 所以大家就在 習慣性就是在一個很安逸的環境之下 我們就鬆懈了 但是我自己曾經 我們常常到國外去的 知道 你現在到歐洲去 隨時要準備被人家偷 被人家搶等等的 或在美國 所以我基本上 我到一個地方去 我都會眼觀四面而聽八方 不會這樣安逸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在現在出門在外 都要看看我的環境 我有沒有辦法可以掌控 或者是我身上有沒有什麼樣的 有哪些可以運用的 比如說像昨天是下雨 昨天你下得很大 其實每一個人手上都有雨傘 雨傘是一個很好的攻擊 一個武器 甚至於我們看看 那個鞋 學生都給你拿來丟馬總統了 這個鞋 大家拿起來 是可以丟這個 對方的 因為 因為他有一個空間 你就有個距離的時候 你不要跟他太近身 包括還有我們自己本身的包包 包包也可以來作為主格 所以大家看一看 我身邊有什麼可以保護自己的 虛極避凶 來 李醫師 我想我絕對贊成葉老師講的話 而且我下面要講的話 我們要苛責任何單位 對不起 我昨天在另外一個友台節目 我聽到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其實在捷運上面 它是有監視系統的 就是我們做這個捷運 每一個都有監視系統 捷運它還有所謂的紅色按鈕緊急 可是真的如昨天那位友台的 這個王姓的這個司機 告訴我們說 如果發生類似的事情 他們的SOP是把車開到下一站 中間你都不用通知嗎 中間你都沒有 我再次想像 我們要磕著捷運的這個道理 我只是說 你看我們一下子 他們沒有這個捷運的保安 在前面因應 所以人民都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曉得 表示說 根本他沒有去看那個監視系統 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叫做殺人 如果你沒有火 他會不會看得到 裡面標準火 有其他人生病 或他會不會看得到 他們的SOP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捷運 事後應該要做點小小修正 再重一演練一下 萬一有小火災 或者有人重病 心肌梗塞 事實上這樣通知 還是應該要怎麼樣 因為這個不同的SOP 有不同的狀況 這第一個我要提到 第二個 這個 剛才老實講 如果是政府沒辦法自救 沒有救 好像一定要自救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 當初在攻擊911的時候 有一架飛機是 本來要飛向白宮的 沒有飛成功 是因為全體的 這個所謂 這個飛機上乘客們 是去制服那個歹徒 對 他最後雖然他被引爆 可是他們是犧牲自己 救到國家 航93號 對對對 所以這個我想這就是 人民帶 我們台灣 還是要講一次 我覺得台灣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國家 一定是第一名 因為我們出 我到其他國家去的時候 對不起 那是其他兩個國家 我要帶兩個錢包 因為一個等著被搶用 對 這一定是要做 這個我們很多 有經驗都知道 我在台灣從來不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安安心心的 就跟老師講 沒問題 這是百年來 難得一次 這個 堵住這個 派人家搞笑堵住一個 我覺得後面也應該不會再發生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再讓大老來會員 我們休息一會